女星陈天仁育有一个两岁的女儿 日前她在节目中透露 女儿某次在学校突然发烧 不过带女儿回家后就退烧了 于是隔天她让女儿在我床上学 没想女儿再度发高烧 因此急忙找医生看诊 医生初步诊断是尿道发炎 因此开了抗生素药物 不料两天后 陈天仁的女儿不但没有退烧 还吐了血水在床上 且压阴黑黑的中期来 吓了她不顾当时已经是凌晨12点 急忙带着女儿去挂急诊 急诊医师检查后认为 小朋友是感染肠病毒 不需要吃药 几天后就会自然退烧 不过女儿回家后症状还是很严重 于是隔天第三度就医 医生才发现是口腔齿吟烟 很有可能是跟同学或大人之间 飞沫传染导致的 所幸吃不到一天药 女儿的状况就好转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